這個不太能算是主線 這應該也算是指檢 就是一開始的指檢 他教你怎麼做 然後後面就有很多類似的 怎麼會上不去呢 很多類似的任務 爬不上去 這邊啊 沒辦法嘛 誰叫科爾這麼強呢 樹大招風 人家看了都眼紅啊 好 赫木德把主角給抓了 研究一下怎麼樣得到這個能力 會把全能力解鎖嗎 應該是不會 挺麻煩的 這是什麼啊 這是外星魚嗎 這個地方這麼高 來演示一下給大家看 有沒有 不但毫髮無傷 很帥氣的落地呢 很煩耶 哪也得罪你們 你看我一秒他們就躲起來了 這弄的我打也 不是 他不打也不是 我們要再去找另外一個小耳朵 在上面 應該是這一棟 出風五安 出風五安 這邊沒有那個立足點嗎 上不去 差一點點而已 好吧 我們找 欸旁邊旁邊 這邊 嗯 安安 唉唷唉唷 皮上來就有一個 欸 死掉啦 我本來想說把你給弄下去的 這邊這邊 嗯 又是聽不懂的外星魚 聽不懂嗎 同樣的 我正在在這附近的訊息 在這附近的訊息 我快要砍掉了 但我需要另一個訊息 我需要更多的訊息 看看那些訊息 還要再去 接著找下一個嗎 像蜘蛛人一樣 一直 在牆上 跑跳 可是我們 主角克爾 不像蜘蛛人啊 他像個猴子啊 哈哈哈哈 那邊有新的 盾兵 哇 武力好像很兇猛 然後他們 真的挺耐打的 啊 別急別急 哥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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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你們了 別急 你 不會下來嗎 不會下來 沒關係 我上去找你們 下去吧 哈哈哈哈 兩個被我給震下去了 啊 這個的話 就直接 遠距離打吧 有點像刺客教條嗎 完全不一樣欸 我覺得 刺客教條 那個爬槍方式 比較帥啊 這個的話 就像個猴子 哈哈哈哈 欸 還是一樣欸 聽不懂 喔 還需要解碼 凱斯勒 這個也是關鍵的名字 這個聲音就是約翰的聲音吧 欸 跑 跑 下去 那邊敵人超多啊 好啦 我們去接 另外一個 蛤 喔 NO 我殺太多人了 對不對 欸 怎麼是邪惡氣質呢 不對吧 我是想走散路線的 這 其中一定有什麼誤會啊 我殺得太過癮了嗎 好吧 這代表我以後要注意 要盡量避免 奪取敵人的生命啊 就打昏就好了 不要再去補那一角 真是 我們去接下一個任務吧 下去 沒下去啊 我們要去 另外一個地方 開始任務 這路上的敵人還挺多的 為什麼他們要打我 因為他們是壞人啊 因為他們是壞人啊 他們是這個 可以說是控制著這個城市的壞蛋啊 直接下去吧 任務要在下面接 他整鎖被攻擊了 哇 沒有看到 多壞啊 這麼近距離的 形形式處決 而且用來是散彈槍 真是太過分了 欸這躲真的好 還是我技術還差 居然打不到 就是盡量要你 避免殺人吧 我們直接從這邊 跑 呵呵呵 不囉嗦 直接正下去 啊搞定啊 這樣子這個區域的敵人呢 就不會有了 他們就不會過來這個地方 可以說是 佔領了這個區域 我會來給他們 對 我會來給他們 英雄 沒錯 這才是真我 我是英雄 好吧 繼續接下一個任務吧 欸欸欸欸 別瞎搞啊 你看了什麼不該看的東西呢 啊 啊 怎麼直接就被殺了 我根本就沒機會救你啊 這話才講到一半 人就被殺了 而且人好多喔 好 好 搞定了 所以結果 他到底是看到什麼東西呢 抹黑我的 是幕後黑手嗎 這個後面的劇情應該會講 欸別急別急 繼續往下一個任務的地點前進吧 一直延遲 欸欸欸有警察欸 這遊戲還是有警察的啊 只是 這警察的勢力 遠遠不及那個啊 就是壞蛋 好啦你們慢慢打啊 我不想理你們 你們加油 欸你們打你們的 不干我的事 電力工程師 失去了聯絡 主角的MP條就是 你們畫面上 左上角 左上角那個就是了 蛤 是他嗎 已經死了喔 什麼 難道他是男的 我瞧瞧 是男的嗎 欸好黑我看不出來 是不是男的 原來是他老婆啊 原來是他老婆啊 好吧 老婆死了 可是 這 老公就 自己跑掉了欸 往哪跑啦 好這邊這邊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 殘留的 電流吧 就是偵測出 他 究竟跑到哪去了 可以跟蹤他 欸 前面前面 前面有個 非常帥氣的新敵人 你們這個敵人 也是個超能力者 而且他的 能力非常的帥啊 地獵術嗎 我們再來 多欣賞一下 有沒有 他的超能力 超能力是地獵術 非常的帥 再來一發 欸還會瞬間移動 還會瞬間移動 想要過去KR 就瞬間移動 他的那個地獵術啊 他的地獵術是有 附加那個追蹤功能的 欸等一下 他是自殺啦 他剛剛是自殺對不對 我明明就沒打他啊 你怎麼就自己死掉啦 失望欸 這麼沒用的小Boss 我們繼續追蹤 人呢 這邊這邊 我看到了 又有敵人出現啦 好多人啦 還要小心 不要打到平民啊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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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不對應該還有 不止一個 我還有聽到聲音呢 哦 沒了嗎 不對 欸 果然還有 這些掠奪者感覺他們也不是人 仔細聽他都會發出一些 不像人類的聲音啊 像是怪物的聲音 他們接著要繼續追蹤 出口 哦 這邊 這邊 欸 啊 自爆 把這個電力系統給爆了 哇 電電鎖給炸了 主角 主角不能拿槍嗎 呃 當你有了像主角一樣的超能力 請問你還需要拿槍嗎 哦 這邊這邊 他跑到蝦水道去了 主角不會摔死哦 但是 他不能碰水 摔不死 但是不能碰水 不能夠掉到水裡面 這邊又得到了 新的能力 觸碰能力 這樣就可以救人了 當然 你不只可以救人 你也可以殺人 你也可以殺人 開門門 開門 這些人都可以 你必須要阻止 你必須要阻止 他們跑到燃燈 他們跑到燃燈 只是殺人的話 會得到二的業力值就是了 就是了 我來演示一下 用這個能力怎麼殺人好了 你會不會看到隔壁那個經驗值是紅色的啊 這代表你增加了業力值的2 這樣子不行啊 我們想要當好人的話 只能把他們監禁起來 不能夠把他們給吸收了 這個能量轉移就是把他們身上的能量轉移到自己的身上 恢復自己的能力 那個電力 午安午安 好啦 應該差不多了吧 這兩個不知道為什麼不能夠監禁欸 只能夠能量轉移 那就算了 不要再增加我的邪惡值了 背後那兩條看起來好愛演 那個應該是 他背包的 背帶吧 看起來比較飄逸嗎 我覺得 這個遊戲比原型兵器還要好玩呢 我個人覺得啦 劇情也比較優 當然是個人喜好問題 每個人不一樣嗎 我喜歡這種劇情 欸 欸 掉下去了 居然沒死 馬上在補 喔 對了對了 這個雖然主角不能夠碰水 但並不代表 他的敵人也不能碰水啊 我剛剛想說他掉下去就不理他了 結果他沒死 這個敵人就算掉到水裡面 也是不會怎麼樣的 你一定要 丁著打把他給打死啊 第一次看我的台 你好你好 想知道主角的掉到水裡面會怎麼樣的話呢 可以去看一下重播 我一開始就演示過了 這個下場 非常的 糟啊 糟啊 這個 平民是怎麼過來的啦 欸 你是怎麼過來的老兄 上面沒有路啊 你不要跟我講自己跳過來的 你沒事跳過來幹嘛 找死嗎 為什麼主角不能夠碰水啊 因為他是雷的能力者啊 所以不能夠碰水 欸欸 欸欸欸 我去 我去 這顧著看條電視 有時候會出一些 小差錯 實況到幾點喔 實況 但我累了吧 咖啡午安 雷電是無限的嗎 不是喔 不是無限的 喔 這個傢伙就是我們要找那個人 那個 電力工程師 他不知道他老婆已經死了 欸 欸 我一直以為 他老婆是在他面前被殺的欸 所以 所以 顯然不是囉 這也是善利 呃 善惡的選擇點 我覺得這個 沒什麼好 猶豫的 一句話就可以 解決的事情 幹嘛弄得這麼複雜呢 你老婆被殺了 你應該要自己復仇啊 你老婆被殺了 你應該要自己復仇啊 自己去報仇啊 幹嘛 就是拜託一個 第一天 見面的人呢 我們才剛見面欸 你就把這麼重要的事情 托付於我 這樣子不好吧 其實這畫面還是可以接受的喔 沒有認為很糟欸 不過這個一代跟二代那個畫面 一看就知道要進步很多啊 被那個二代的畫面給養大胃口了 翠圓 這個招牌 這個二代的畫面真的是相當的出色 然後我們把這個地區的電力給恢復了 可是好像還有其他地區的電力沒有恢復 我們要一一的去恢復嗎 這麼麻煩 有沒有 我走到路上又有人要打我了啦 就不能夠安心的逛街嗎 除了雷屬性還有什麼其他的嗎 一代好像沒有欸 可是二代有 二代除了 那個雷的能力以外 還有 還可以有冰 跟那個火 冰能力跟火能力 二代如果你是走三路線的話 就是另外一個能力就是冰 二路線的話另外一個能力就是火 我 我只是想接個任務而已嗎 不要這樣對我 真的是連想去接個任務都無法安心的接呢 這麼多人拿槍盯著我打 真的是 不要逼我翻臉喔 還來還來 會怕了齁 顯然沒在怕了 給他爆頭 我會不會打算 打算 我會把他打算 打算 我會打算 我會打算 那邊都會有個尖廓 不然那些尖廓 你會掉出處 我沒辦法 那裡 嚇壞 大病 夢又變 幫這個充電 暗與無安 新的敵人又出現了 卡車上面有機槍手 也是相當難慘阿 不過你要是打贏的話經驗值也是蠻豐富的 有沒有 有25的經驗 還算蠻好賺的啦 沒電耶 來比衝一下電力 來看一下現在的經驗值 夠我買另外一個能力嗎 好我先存起來好了 現在沒有什麼急迫要點什麼東西 先把它存下來 會飛嗎不會耶 主角不會飛 沒抓到 抓到了 前面這邊又有了 小兵的話就不理他們啦 還有還有 我現在還在砸兵 下去 跑不去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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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這邊居然也有 這敵人的數量也是挺多的阿 找到啦 小兵都是有內建自描的啦 會準是自然的 是自然的 這個遊戲的主角比較不耐打 但是相對的他的技能就比較帥氣 雖然現在看不太出來 不過到後面學到一些比較高等級的技能以後 就真的是很帥了 得到了新能力 電磁手雷 我們來看一下 電磁手雷在哪裡 過頭了嗎 手雷呢 怎麼沒有 我眼花嗎 欸怎麼沒有電磁手雷 欸 有啊 可是我剛剛那個選在裡面看沒有欸 怎麼會這樣子 欸有渣子 太近了 這個也是會渣到自己的 每一人在這裡 一直在這裡 一直在搶著你 你搶著那些霜 甚至George 還在那裡 George 他那個人叫我 說他有個包子 燃燃燃燃 全在他的桌子 然後我需要 被燃燃 所以我拿它 拿它 好 他認為 沒有人能搶著它 那應該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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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確認一次好了 怎麼可能沒有呢 有了嗎 想說習慣了 沒有 所以是 好有沒有 你走二路線的話 你這個手榴彈 到後面 數量非常誇張啊 變成極速炸彈了 不過 散路線的話 好像就不是極速炸彈了 這個就是 碰到水的後果 雖然沒有死 這邊應該也是要 利用那個 手榴彈過關 這邊 三個地方 都有 砲台 丟炸彈過去吧 還挺煩的 哈哈 又碰到水了 喔 這是那個自爆怪 這次不炸那個嗎 變電鎖了嗎 跑來炸我了 哇 哇 我被他炸一下就殘血了 他都自爆了 居然沒死 是 是啊 水灰導電 是啊 水灰導電 又恢復了一個區域的宮殿 欸 欸 他跟他是直撞 他假摔耶 他跟他自己跑去撞牆壁 啊正好 讓我來賺一下這個 業力值 開台要花錢嗎 當然要花錢啊 遊戲要花錢 電腦要花錢 配備要花錢 什麼都是要錢啊 所以開台是要花錢的 噴泉被污染 我們去看一下什麼情況 哇 欸旁邊一堆耶 怎麼會 哇 一次炸15個 旁邊超多人的 喔 這走到哪裡都是敵人啊 有點煩 我現在只想接任務而已說 我沒時間跟你們瞎搞啊 今天會全破嗎 不可能啊 這個一天不可能全破 太看得起我了 偽裝成路人 所以我要去找出那個囉 偽裝的 掠奪者 當個好人跟當壞人的結局 會不太一樣喔 會不一樣 他要我搜索的區域 喔 我看到了 哎呀不能碰水 哎呀 我忘記了 我想說直接走捷徑 我完全那一秒 忘記了他不能碰水的 阿嘎午安 應該在中間那邊吧 我剛剛看到有掃描到紅紅的東西 有沒有有沒有 紅紅的 所以我要直接殺了他嗎 這個妹子嗎 來瞧瞧 欸不對是大叔欸 那就 果斷的 有了 欸 瞬間移動 跑掉了 反應力這麼快 他反應力很快耶 才打一拳而已 他就直接瞬間移動 跑掉了 閃過了 人呢 人呢 這邊這邊 真不愧是能力者啊 他的反應也是相當的好 又不見了 又不見了 跑 看你多會跑 搞定了 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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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再做一個段落吧 現在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大概三十幾分鐘去做一個段落 要是 不是 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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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